左肩7颗钢钉,心脏做过手术,女神慧若琪,光晓赢日本队。 大家好,我是小编。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奥运冠军慧若琪。 提及慧若琪,对体育迷来说,这是一个如雷冠儿的名字。 慧若琪身高1.92米,对慧若琪来说,她的排球生涯,的确是很圆满的。 因为,琪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,也获得了女排联赛的冠军,与此同时,还获得了全国运动会的冠军。 不过她的排球之路,也不是一帆风顺。 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,慧若琪刚开始练排球的时候,球感很差,甚至被亲戚说,别耽误时间了,回去学习吧。 但倔劲儿十足的慧若琪没有放弃。 她更加刻苦得训练,从球场旁边捡球的小女孩变成了号码下面一道杠的小队长,直到成为传奇的中国女排队长,拿到奥运金牌。 在慧若琪从职业运动员退役后,目前在攻读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。 2018年的慧若琪,因为身体的原因选择了退役。 一方面,心脏方面曾经做过手术,我们都知道心脏方面的没有小事,哪怕是搭桥也有危险,而对于慧若琪来说,在2015年的心脏手术是她退役的一个关键节点。 另一方面,还有她身体内的七颗钢钉将肩膀脱臼意外离开赛场,左肩的位置上已经打进了七颗钢钉。 这些钢钉永远都不会被拿出来了,这样的消息确实令人震惊,这就是职业球员风光背后自己受到的代价。 女排式锦赛,已经退役的慧若琪成为了一大亮点,她担当央视解说表现出色,一点也不生色,分析档位,而且很有前瞻性。 不过,很多球迷还是特别怀念慧美人的赛场英姿。 值得一提的是,慧若琪真的上场打球了,而且率领球队赢了日本业余队。 北京时间10月1日,李约奥运会冠军成员,前中国女排队长慧若琪的官方球迷会晒出她在结束解说任务后, 在女排式锦赛场馆日本扎黄体育馆内,与日本当地的工作人员打排球的视频,引发网友热议。 事情是这样的,是锦赛比赛结束后,慧若琪留在场内拍照留念。 日本的赛事工作人员邀请慧若琪到场地打球。 小慧很爽快地答应了。 日本的工作人员很自觉地组成了一队,慧若琪和来自中国香港的赛事DJ们一起组成了另外一支球队。 这是慧若琪时隔397天再次公开在排球场上打球。 应该说,自从本赛季从江苏女排退役,慧若琪已经多日没有再在排球赛场一展身手。 而此次虽算不上正式比赛,堪称为业余活动,但她却并不敷衍。 在打了几个回合之后,慧若琪脱了鞋,光脚站在场上。 在她脱鞋时,场外的日本工作人员大喊她要来真的了。光脚的慧若琪在场上打得很轻松。 她在2017年帮助江苏女排奪得全运会冠军之后退役,应该说此时的退役是处在职业生涯最佳时期。 这位出导较早并且跟随中国女排东征西站的女排队长,之所以退役是因为自己伤病的原因。 这一举动让喜欢她的球迷们感到无比可惜让很多人倍感遗憾。 正因为此,看到此次她宝贵的打球场面,有球迷无不点赞,那两个单手篮网真的是随意潇洒之间充满了力量与美, 被船也真的相当的帅气逼人啊。 最后的篮网让我觉得赛场会回来了,光脚上阵实力依然在现哈哈哈哈,哈哈,这这篮网简直是欺负人啊。 退役之后的惠若琪很欢乐很活泼,不过她也表示自己解说有压力,比打球还紧张。 解说完之后,在排球场吊打一下日本工作人员,也算是会每人释放压力的新招吧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祝福慧若琪可以通过这次的解说打开自己的另一扇门,同时在自己的视野中越来越好。